电视剧《欢乐颂2》正在热播 然而在第一季中以主角呈现的人物关居尔 在第二季中被编剧写成黑花女 摘掉眼镜穿上短裙也走起了时髦道路 关居尔理想中她的布景却让网友感应一些不测 她才是真正舞美中 在理想虎口中里的曲萧萧 富尔代身份真正的百富美 欧式装修的别墅所居住的豪宅内景 施华别墅搭配贵气的欧式装修作风 列有布景处的扭转楼梯和诗华家庭影院 听说关关在加拿大有一套别墅 出豪宅 巧新另有一辆奔驰豪车 这辆车在官网报价约150万以上 巧新家中也甚是朴素 一顿碾夜饭 大侠鲍鱼铺满桌 竟有27道菜 就连饭店的生果也摆了满满一桌 品种丰富 所用的盘子也非常精美 理想里的曲萧萧 一辆车也才十几万 可关关的车间接150万 玩爆了 是好车保时捷 型号则是911 应该是保时捷旗下 凯瑞刷系列的一款双开门的跑车 今朝售价在130万到277万百步 忽然光光摘掉了眼镜 花卖同房的毁山成了大美男